那经过我们昨天的介绍 我们大概把这一个 RacingState FMI的一个前处理的步骤 使用SPM这个软体 大概从到尾讲过了一次 那也包含了它这一个batch 就是流程处理的这一个功能 以及比较进阶透过程式码修改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做到这个 比较快速的这个指定一些资料夹 或档案路径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昨天课的最后呢 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网路分析里面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我们称之为ICA这样的一个分析方式 那在众多的网路分析里面 Group ICA或者ICA这个东西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只是其中一部分 或者只是其中一种我们去decal 大概藏在这一个所谓RacingState FMI data里面资讯的一种方式而已 那我们今天会讲到的另外一个层面是 一样也是偏向Network 就是所谓网路的分析 但是我们会从一个最基本 所谓Region Based or Seed Based 就是放一个小小的RI Region of Interest 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来观察在整个Brain里面 他们其他这些Foxel的这个Bolt信号 跟你所感兴趣的区域 比如说Enterial Sincular Cortex Sensory Motor Cortex 这些之间的关系会是长什么样子 那Even在RacingState的情况下 它都可能有很多改变 那特别是在一些 我们之前提到这个精神疾病也好 跟这个成长历程失智 甚至跟一些本体感觉痛觉也好 或是失眠也好 这些其实都有一些在Racing世界上能够发现的一些Funding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稍微从这个方法学上 从一个基本的Citibax开始 一直到比较这个复杂的一个网路分析来跟各位做介绍 那一样今天资料 刚刚定位已经有跟各位讲 我们今天有Update的一个Toolbox 就是那个GRAV VR这个Toolbox 以及这个我们今天上个讲义 等一下应该会上传到网页上 好 所以我们今天因为只有半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只好从这个 基本这个Citibax开始到Complex Network 那当然这样子其实一定还是讲不完 因为毕竟只有三个小时的课程 真正对于RacingState网路分析 它非常非常广大 从我们说网路的分析 其实从基本的理论开始 到我们说Citibax这种是最基本的技术 到开始加入Graph Theory 就是这种Complex Network的分析 到Visualization 网路怎么样去呈现 到它的统计分析 以及最后Interputation 它其实是非常完整的一门课 不过今天大概只能带各位入门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Complex Network的运算的概念 以及大概透过一些Toolbox 我们可以做到 至少可以让各位已经可以拿到一些Data 去做一些 各位所习惯的 像One Sample 或Two Sample 甚至Pair T-Test 甚至你有三个群体以上 能够把分析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主要目的 带各位了解一下 到底Network Analysis的面貌是什么样子 好 那前面这两套 前面这个软体 SPM跟我们的ICS 是我们昨天用过 所以我已经把ICS丢掉了 那SPM我暂时还是留着 是因为不管你今天是接任何一种网路分析 其他的前处理 终究还是要透过SPM 偶尔问你会用其他的软体 像EVNI或其他可以做Pervicization软体都可以 但是EVENTUALLY 我们之前说过 你应该做的校正 该做的这个Facial Smoothing 你都还是得先做好 那Smooth过后Data 才能够丢到我们后面各式各样不同的 这些Toolbox所应用 所以不要很天真的觉得说 其实我有个REST的Toolbox 我就可以直接拿我的RAWAL DATA 像什么DICOM import进来 可以做什么事都不行 它完全都是要从 你Pervicization完成DATA开始做 那今天所用到的软体 原本其实只有列到就是 一二三这三个 但是这个经过我们昨天下午 大概一点多那时候惨痛教训 我就知道 不要再写Code给各位看 所以原本我们在这第四个部分 这个Toolbox 这两个Toolbox 它只是一堆程式 就是一堆Function 一堆MalibFunction 所以在我们过去使用方式上 我们如果要用它 我们必须要学会Malib的理法去传呼它 那本来我的想法是 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学员是懂Malib 所以我应该要带各位走过一次 那很快的经过昨天下午的教训 我就回去搜寻了一个 最近一个新的Toolbox 可以拿来执行Complex Network Announce 所以才在今天早上 请丁瑞帮我新增的这个Toolbox 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可以从GUI开始学 因为如果你可以了解它的流程 跟了解它的基本原理 假设未来你对它真的有兴趣的时候 你可以再去回去翻它的这些方权或程式 我相信对于这个各位在学习地层上 会比较畅快一点 各位会比较对这个Complex Network分析 会比较有兴趣 那这个Graph VR 它其实像是去年2015年 才被Purpose出来的这一个软体 那甚至其实它到现在的版号 都还是所谓的Beta版 我们说软体提到Beta 就表示是一个测试版 然后是营运版本一样 但是因为它建置的蛮完整的 而且它的这个 所有我们在BCT里面会提到的功能 它全都包进来 那各位应该知道 其实我们在Developer这些软体界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一层包一层 比如说SPM SPM的功能被大多数的软体都被囊括进去 就是它的一些source code 一些function都会被包含在 比如说RES里面有没有SPM 那你说像我们昨天提到的那一个 GIF的ICA有没有 也有 所以像那种 你是越底层 越核心的 越初阶的这一些这个程式 其实都会一直被往后包 所以像2010年 其实NeuroImage的这个文章 就已经出来 针对BrandCognitivity Toolbox 发了一篇文章 那一直到2015年 这个软体才去把它incobrate到 他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GUI的界面底下 GUI指的就是Graphic User Interface 就是像Word一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原理上 虽然我们不会直接去讲 这里面包含了哪一些code 不会知道各位怎么去传乎那个function 但是它能够算什么 会在各位看过一次 以及透过一个程式界面 我们怎么样去得到 这一些BCD能够算的一些参数 我们都还是可以拿到 只是省了程式码那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如果未来有缘的话 我们再看 但是至少我们今天 会从一个基本的 我们说一个City-based的Guard-Duty开始 RES这一套软体 它会搭配IBSPM这套软体使用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做到 一个所谓Athlust-based的一个脑分区 所以我们可以分出Bromed Area不同区域 可以分出AIL这种Temper 不同的脑区 可以去解答很多 不管是学生在初学也好 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 比较定量group analysis的时候 常常会想要知道 到底Motor在哪里 或者是哪一区域 是我们感兴趣的Amedal 或ACC这些不同的区域 它就提供了这一种 以Image为Basic的一个 有点像Athlust-oriented的一个软体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做搭配使用 那我们也可以用 这样的一个Athlust-based的概念 去取我们的ROI 不见得每一次都是放一个座标 开一个小小的圆球 你也可以非常 像Athlust-oriented上 或者是Histarchive上 我们已经认知的 脑功能分区 或脑组织分区 来做一个区域上的指定 这也是可以的 那最后 我们就会非常 这个时候摧取出来的 这一个网路结构 来去做一个 所谓进阶的 一个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好 所以这大概是今天的流程 那我们就来开始 进行到这个 第一个部分 我们如何使用REST 这个Toolbox 来做这一个 一些 比如说ROI 讯号的截取以及怎么去算所谓Network 去建构一个Network 这件事情 好 那 第一步还是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新的一天 请各位还是要先到你的MainApp 底下 我们去设一下我们这一个路径 为了等一下方便起见 不然每次一点Data 你就会很痛苦 一样请你指到 各位看资料是摆在哪里 那我的资料当然是摆在这个 AD RSABMI Data底下 我会指到我昨天所用的这一个路径底下 好 你就放在这个 Thomjet 010203这一层 就是这个他们的Root Director上面就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贴上 好 所以我把它切换到 我这个资料夹路径底下在这里 那等一下我们说的选档案 都会直接从这一个 这一个我们所指定的这个档案开始 这样会方便很多 OK 好 那当然我刚刚说这个 各位应该是 supposed 你应该这三个资料夹里面都有 Smooth好的Data 应该都是前处理都做完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的话 赶快抓紧时间 在我编长过程中 你赶快把那个 我们昨天说的背取那个档案 点一点 让它放着可以跑一下 这样Data会比较好前接上 好 那在我们进入到这个 使用REST之前 我们必须先从这个IBS 片置到软体开始 那原因在于说 你看它的这个logo IBS面的logo 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把我们的Cortical region 分成数个不同的这个功能区域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提供 我们等一下再做所谓 Natework Natework它其实是两个关键 一个是脑区加上连结 这两件事情形成一个所谓网路 那脑区这件事情 除了你ROIU Define之外 MANUROI Define之外 另外一种就是背场这种Atlas 所以我们所使用的是这个IBS PM 这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其实有一点非常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在零几年之后 就再也没有更新 那时候其实还是在 32bit的一个作业系统环境 所以在网路上 他们的官网上其实一直都只有32bit的version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蛮好用的 所以我后来就只要写 就帮他update一下 把它升级成64bit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 未来想让这个软体 请你要到我的那个 网页上去做download 但是所有使用的regulation 跟citation 都要去塞得他们原本的官网上指定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这只是提供 给各位做一个使用机会 那当然这个定位 应该都已经帮各位download好 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径怎么做设定 好 那我们先来看好了 不然等一下不能做事 所以现在再请各位切换到 你的这个meb 好 supposedly 我们刚刚都已经把我们 这个 当下 或者我们要这个search 这个pass已经清干净了 那我们现在重来做一次 在你这个meb组成室底下 home这个标签一页的 右手边有一个setpass 按下去 那supposedly 现在应该很干净 那我们再加这一个所谓 工具箱 或toolbox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会选择用这个 第二个选择 add with stopfolders 因为一般我们在建构这个toolbox 通常都是有一个根目录 底下可能有不同的function 或不同的一些这个属性 所以我们会分不同的指资料夹做存放 所以如果你只用第一个add folder 它只会加到根目录 但是指资料夹都不会被喊进来 所以一般我们会喜欢用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add with stopfolders 那现在请你指导 各位应该都在你的C槽底下 应该会 比如说你应该有个资料夹 叫做IBA SPM 底线64 那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是64bit的一个版本 那除非说你的电脑 其实还是在 应该是要在WIN WIN7那时候还有32bit 然后在WIN7之前的XP 大概都是32bit 那时候你才有机会去 登录它原本的版本 好 你就选择它根目录就好 里面都不用再选 选择根目录 按下选择资料夹 它应该会recursive的 去帮你search它底下 哪一些softfolder 一口气帮你全部加进来 好 那没有问题 照应下save 跟close 那为了要确认 有没有这个加进 加进来加成功 请你在 Command運動上 倒上IBA SPM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全部都要大写 这个大条写有差 如果你有加成功 应该很快的 在Command運動上 倒上这个字串之后 就会出现它的一个 程式环境 那程度环境其实也很简单 那在这个程度环境里面 其实各位今天会用到 也只有一个Button 叫做Athelicy 很简单 就是帮我们在这个subject 背上它的一个 Anautomical data 就是T1 Weighted Image 我们会去做一个 脑功能分区 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 它可以让你选择 很多不同的模板 你要AL AL是一个 全名我们称作 是一个Automatic Athelus Labeling 的这样的一个模板 那它如果只包含大脑的话 它可以把大脑的 这个左右半脑 总共分为90区 如果包含小脑 小脑会多26区 总共会有116区 那当然 如果你习惯的是 像传统 他们都喜欢用Broma Area的话 你也可以在里面 选择Broma Area的模板 都可以 好 那按一下这个Athelicy 按下Athelicy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跳出了一个 很简单的界面 那你会发现 这个界面里面 其实原理上 你只需要去更动 两个地方 它就可以帮你执行 我们刚刚所说的 Athelicy的动作 那第一个 你会看到 在上面两个空白 这个Edit Box 第一个是要你Input Images 那不要怀疑 我们要做任何的功能分区 都不会用EPI影像 我们一定都是用 比较High Resolution 这个Atomical影像 所以 这个位置 等一下一定是选择Subject 自己的 Atomical影像 那 Supposedly 它应该也是 经过Normalize 那一组影像 OK 但是 这个 这个不一定 一定要是Normalize even你是原始的 那一个 转出来的这个 Native Space影像 也可以用 但是这会差在 最后它会传给你的Athelicy 到底是在一个 原始的座标系上 还是在一个 Normalize过的座标系上 这个会有一点差别 所以 这个我们等一下试一次 你就会知道 Output Directory 是说 它的这一个 一堆有没有 包含就是分区啊 包含了 它辨识出来的 Gridmate 和CSF Fallibility Map 以及包含 这个Normalize影像之类 它会create一些资料夹 但是 这个会自动产生 所以人上你只要选择 Subject T1的资料夹 它会自己帮你create 那一个 没有必要 你就不要去改它 除非你想要特别 放在这个 你指定的路径下 第三个栏位 Reference Atlas 就是指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 你需要用 什么样不同的模板来做 那 后面的数字一般都是 只分几区的意思 所以Atlas 116 就是我把Brand分成 116区的结构 那有824 711跟69 不同的 那甚至它提供一个 Other Other这个选项 那 Other的选项意思是说 其实你还可以去pick一些 像我们刚刚提到 Brom area 那甚至还有Teraloc Teraloc 也是一个分了1000多区的 这种模板 都有 网路上到处都找得到 那 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们昨天所使用到的 这个MI-Craw 你可以不用跟我做 看我做就好了 大家知道就好 在这MI-Craw的这个file底下 它其实会有一个 Open Template的一个选项 你会发现里面 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 A-L之外 也有所谓的Bromant 我们先很概念性看一下 A-L长什么样子 这个样子 它会帮你把这个Brand 用不同颜色 分成很多不同区域 总共有116区 包含小秒 那如果你今天Open Template 是Open在Bromant 这一个选项上 那其实就是以我们 最常讲的这个 大概Human 应该说编号大概到50几区 可是Human有几区是没有 所以 Total算下来大概有45个 不同的区域 可以被找出来 那Bromant 各位要记得 Bromant跟A-L最大的差别是 第一 Bromant没有分左右 如果你要分左右 你要自己去做 所以左边右边的 这个Motor 对它来说 都是同一个Label 比如说都叫做1 都叫做4 这样一个情况 那第二点是 BromantA-L当中在 底办的时候 完全没有考虑小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小脑这一块是空的 要是你今天研究 小脑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BromantA-L就不会是一个 你适合的Pandplay 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情 大家知道 那第三个是 很多跟情绪相关 或是很多跟我们 调控网路相关的 Basal Genki 它也都没有 所以像是 Salamus Caude Putemem Emygd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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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你看这边 我们脑袋正中央 重要的这些核区 都是空的 但是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A-L 你看这个脑袋是充满色彩的 所以我们中间 你看这边是Caude Putemem 这个是Globus Pelidum 然后这个是Salamus 该有的都有 很丰富 那小脑26区也都帮你分得非常漂亮 小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 其实比较喜欢用A-L 它给我们的资讯比较完整 但是 你会发现很多文线上 在report这些一个位置的时候 功能区的时候 还是会写说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 比如说Motor Cortex 后面会夸号 BA4 BA6 什么之类的 他们还是 有的会习惯 就是加上一个Bromant Area 这个Label 但是 是不是适合在第一线 就只用BA Depend on你的实验设计 不然你很多 重要的这个功能区 其实几乎在Bromant上都看不见 Bromant上都看不见 它最多有包到的是这一层 这一圈 这是Bromant的Label 就是我们说的Singular Cortex 但是Singular Cortex 它也只分为 就是Anterior Singular Cortex 跟Posterior Singular Cortex 所以一长条 它就切一半 但是在A-L里面 其实是分为前侧的Anterior Singular Cortex Middle 跟所谓Posterior 那当然你要在系 我们生的Anterior Singular Cortex 可以分Rostro Parts跟Doncel Parts 很复杂 但是Depend on你的需求 没有对或错 完全只是看 你这个砍进去的游户区在哪里 千万不要说 你做的是跟Betel Vincular相关研究 但是你用Bromant 你的毕业应该会非常堪定 好 所以这边 如果你想要选择其他的 你可以按下Other 它再等一下你按下Done 它会让你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指到 MRI Cort的路径底下 虽然在IPSP里面本身没有包含这个 没有包含这个Bromant 但是实际上在MRI Cort 如果装的位置是对的话 应该是在X86MRI Cort底下 它里面 你看它一进来里面 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模板 有AAL 有这个Bromant 那它其实也都是Analys 75 就是一个HDR配上一个AMG 你会说老师这不是AMG 这只是一个压缩档 你把它点开 解开就是了 这个里面就是IMG 所以你自己把它拖出来就是了 所以你要什么模板其实都有 那这个CH2BET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一个 一个人少了76次才经过这个 Scarstripping的一个影响 so anyway 那我们现在就follow 最后有一个是Modality 一般我们就选择T1 那除非你逼不得以 你要EPI去分不是不行 但是它的概念一样 它其实完全是apply SPM的那一个 Modulation的那个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用EPI做对位 你可以用T1做对位 你可以用T2做对位 or你今天甚至是PET或SPAC 你都可以拿来做对位 也都可以做分局 所以dependent你的需求 并不是一定只能怎么做 好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练习 就请各位直接选到 我故意选Subject2 因为我昨天说Subject1 好像留下什么阵子 我不要再点开 我从Subject2开始 那反正等一下我们三个刀做完 你等一下这个私下记得把它点完 Subject2里面T1 我们现在要插anatomical影像 那请你选择有W 就是我现在希望 就是它回传是在normalized space上面 所以有W这一组 那你会发现第一个点完 第二个会自动方式指定好 它会自动方式create 相对应的指质了解 就不要动它 那这个请你选回到Atlus116上 我们就使用这个ALE6这个模板 OK Modality请你选择T1 我们现在就使用T1微体的image 那之后 完了之后按一下Done 那在comment window上很快就会开始告诉你说 诶 那我们在跑 如果你按下去就是登就是Arrow的话呢 二话不说就是路径有问题 或者你混到了 像SPM8啊 应该可以加 但是REST不能跟IBSPM同时一起加钱 它会出trouble 所以这个请特别小心 好它的速度不会太慢 不会太慢 你可以那个 嗯 等它跑一下很快就完了 那 它的这一个点法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其实可以选择Multiple subject 你不是一次只能选一个人的T1影像 你其实可以选择Multiple subject 所以等一下第一个人做完之后 我会一口气 第二个人做完之后 我会一口气把1跟3 subject把它点上去 让它把它一次跑完 我等我点下去之后 我就会开始继续讲 我们先让第一个跑完 它 你会发现其实最久的步骤都停在哪里 停在segmenting那边 就是停在那个组织辨识那一块 那你可以同步的回到你的那个 subject的资料夹 Check一下 它多了什么东西 你回到刚刚T1底下 你看它多了三个纸资料夹 分别为Atlas的 Normalized Segmented OK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把眼镜打开 看看这长什么样子 再分 Segmented为最久 所以一般在做的 就是 它的这个 E6 切合 那去 所有的subject 都用同一个 一定要同一个模板 所有subject 都Normalize 过而且都用同一个模板 那意思是 要Persubject 去做它的模板 要Persubject 因为主要是 主要是 今天大家 每一个人的 Codical folding的情况是不一样 Even 大体上来说 8-90%重要的 这个 Folding structure 比如它的Soccas 你可以找得到 但是 每个人终究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 BrandMatter 这个Folding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 如果你要Specify for 这个subject 你必须用它 必须用它 自己的T1 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好慢 那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 我先把刚刚我们说 那个AAL模板 我先用MICRO开起来 你可以比较一下 有用IBSPN 跟没有IBSPN的差别 其实真的差非常非常多 AAL我刚刚说 虽然它看起来分得很漂亮 但是我现在稍微叠一下 比如说我先开启 我先开启 比如说我开这个CHAT2 就是我说这个 单一商学的 Average 76次的影像 我现在用Overlay的方式 就是去把我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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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L Overlay上来 好 Color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 AAL那个分了116区的模板 那下面我故意垫上 这一个 Anatomical的影像 让你可以比较好对一下 那各位可以告诉我 它虽然分区分得很漂亮 小老什么 大脑都Cover很好 但是有没有哪里怪怪的 你看这个RI 毕竟这个RI当初 底盘的时候 是很辛苦 由这些医师们 一个一个 slice by side 去圈这个RI 所以这个圈出来 绝对不会是 这个Cortex的形状 就是不会有这个 皱褶的构造 它一定都是 一坨RI 一圈RI 但这个东西 当然会跟我们真实的 Cornical的形状 完全不一样 它还吃到了不少 这个Fimator的区域 所以如果你直接 用这个AAL 去当做RI 做分析 不是不行的 如果你是要 Interview 程式 它的一个Brain Activation 的话 会比较牵强一点 因为你含了很多 Himator的region OK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要IPS片之后 应该已经跑了 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 我们来比较一下 刚刚说在它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其实会出现一个 叫做Atlas的资料夹 点进去 这时候我再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你看这跟 我一样做类似的事情 我先打开它的这个 T1影像垫在下面 好 我一样T1影像 Normalize Google T1影像 当我下面的这个 Atomical模板 然后我去Overlay 我刚刚说我所得到 这个Atlas的这个影像 好 各位来比较一下 应该很明确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 这个 缩小一点 这样 好 一看就知道 左右 左右其实有很明显的差别 这个左边就是 我刚刚说它是一个通用的模板 但是 右边是一个很通用的模板 但是左边是一个 非常我们今天 Codical Folding Structure 去Maping上去的一个结果 所以 如果我们这个当ROI 我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 它其实是跟我的Codical Activation 比较关系 或者跟Codical Bold 的Signal变化比较关系 但这一个的话 很抱歉 可能有很多是这个 Maping 甚至在Perventrical附近的这些Cortex 可能都还吃到一些Ventrical的讯号 这都不是我们乐见的 所以 请各位了解一下这两个差别 这个步骤是Essential 一定得做的 好 那我顺便把剩下两个给点完 就是我把我的这个 supposedly 你应该是可以 一次选很多档案 你看我现在是点完 第一个人的资料之后 我现在去点第三个人的资料 它都会帮你依序加进来 那你可以一口气按下Dumb 它就会 subject1 先帮你跑 等一下跑 我们会跑2 所以它也有类似batch的概念 你不需要一次只选一个subject 你可以选很多 好 那我们刚刚那个 说在那个 它的这个里面 还会create一较segmented的资料 那这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 它有segment1 2 跟3 它有这三组 1你把它打开来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grammater 类似像probability map 这样的东西 它会告诉你最有可能grammater的分布在哪里 越白越亮 表示机率越高 第一个是forgrammater 第二个是for whimater 所以whimater是长这个样子 好 然后第三个是csf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不太喜欢的东西 在这里 所以我们说测脑式 应该要分得很漂亮 测脑式这边要分得很漂亮 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分完之后 他们其实会去比较这三组map的probability 任何一个pixel都会拥有三个数值 就是grammater 的几率 whimater的几率 跟csf 三个互相比较 当然加上一个就是跟空气做比较 四个做比较 它会assign给这个每一个foxel 特定的一个地区 label 就是grammater whimater 那在IBSP里面 它最后是用grammater的那一个模板 会去跟我们AL116模板做一个overlap 就这么简单 所以才会得到这个所谓atlas的影像 那你会发现除了刚刚说的这两个资料夹之外 还有一个叫normalize的资料夹 这也就告诉你一个hint 其实就算你今天是用native space 它也会透过SPM的D1 normalization 这个事情 帮你去做一次normalize 但是它最后会做一个back 做一个反向的transfer 帮你从它normalize过的模板 再回到投射回你原本的native space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所用的原始影像 就是它的road data 那么它回传给你就是一个 你原本收下的那个T1的resolution 但如果你希望我今天所收到的 这个分区 是最后还可以apply到我EPA影像上的话 那suppose我应该是要找一个 已经跟我EPA影像对位过 而且都一起normalize到同一个模板上的人 昨天我们做的W那个系列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就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想要来看我的EPI的分区 会像这样 我进到我subject 打开我subject的这个resting 随便开一组 这个是A1不是 我要开一个W的那一组 这个输入法有点 好 我们看W的这一组 那你会发现W的这一组 我一样可以去做overlay overlay到什么 overlay到我刚刚得到的那个模板上 你看我一样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脑功能分区 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这个是如果你已经跟我的这个T1都会过 我要用T1去做分区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会顺理成章 变成在同一个空间上 那这也是我强烈建议说 如果你有收T1影像 我们昨天所提到那个co-registration 那一步 其实该做你就做 因为后面很多tomco的资讯都是based 这个T1在取得的 那当然很多人在preprocessing里面 都把这一步省略掉 但是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的 所以这个建议各位可以这么做 好 那反正等一下处理完之后 你的subject1跟subject3 supposedly应该都会出现 我们刚刚说的那三个资料夹 就在你的T1里面 应该都会出现这个资料夹 你可以去确认它跑完没 这个是还没跑完 所以还没有 但是我subject1是先跑 所以应该已经跑完了 在这里面 OK 所以这个只要能够confirm说 该拿到都拿到 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在等的过程中 我们看一见它基本的一个概念 很简单 这个样子 我们individual的一个anatomy的影像 比如说T1位置的影像 实际上 它一样会去跟我们的一个标准模板做对位 那因为它都是based on SPM 所以它所使用的就是T1的那个template 好 那本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一些 AL的那一些RI的圈选 或之前由这一些意识们所define出来的 其实本来也就是在标准座标上 就是我们一直所讲的 MMI标准座标上所define出来的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把你这个subject影像 对到这一种所谓的标准的T1 template上 那么他们当中所圈好RI 就可以直接apply到你的这一个空间上 这个是一个我们有时候称为native space 就是指subject Z的space 跟所谓global or所谓normalized space 这个是指说大家都define在这个空间上 很重要的这两个space的一个差距 那当然我们除了做normalization之外 还会做segmentation 那它就会做到这个所谓subject 去identify它每一个pixel 哪里是gradmeter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一个publicity map 那三个到四个组织之间的比较之后 我们就可以决定哪里是gradmeter的voxel 那以这个identify出来的这个gradmeter voxel 跟我们这一个先前由这一些文章上 所底判出来的这个标准模板 去做一个交集 去做一个交集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所谓overlap出来 针对gradmeter上的一个分区 那你会注意到说 其实上面我们这边写的是一个transformation matrix 长这个样子 这边写了一个这个matrix的inverse 表示我其实有一个反向的转换 我一开始会把我的这一个native space 转换到我的normalized space上 目的是为了要能够使用这个模板 但是我最后如果要输出的时候 我其实会回到subject自己的space上 所以我会backtransfer 就是我会做一个反向的一个投射 让最后的影像 其实是回在subject specific的一个空间上 那因为我们刚刚所使用的这个影像 本来就是normalized score 所以你看到这个ethless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 他看起来就是已经被normalized过了 很正 就是这个都好像调整好 但实际上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们在刚刚点的时候 我不选W那一组 我选的是原始S那一组 你就会发现它的影像解析度 就是跟着我们原始那个影像 位置也都是跟着原始影像去走 所以它的使用上一样 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放normalized那一组 但是depend on the purpose 是什么 那当然有一些研究里面 那举例来说 像一些结构上有可能有明显变化的 像是这个脑萎缩的一些 像multiple system attribute 像这个想到脊髓萎缩症 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structure上的变异 那我们可能会尽量不想要normalize我们的影像 或者我们在最后算一些index的时候 希望至少是在native specific上算 那我就会建议各位 其实你在做的时候是使用native的影像 而不要去做spn里面的normalization 这个是我的建议团 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先假设各位手上都已经有了三个subject 每一个人自己的那个atlas的影像 那当然我们刚刚所使用是aal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进入到这一个 如何使用rest toolbox 来取得所谓seed best的一个functional probability 好 那在开始之前呢 这个我们必须要先来启动 这一个rest的一个这个程式 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manet的环境 那如果说你的那个IBSPN还没有跑完 你可以再开一个manet 没有关系 那我的是已经跑完了 好 所以我就来更换一下我的路径 seed best的情况下 一样 请你先把刚刚那个IBSPN给丢掉 我说过他们两个其实不是很合得来 我们先把刚刚IBSPN这几个 就是你看到那个41冒号IBSPN64这个 通常都把它remove掉 remove之后请你add with some folders 我们去把c桃下面rest的这个toolbox给加进来 那它叫做r开头 嗯嗯嗯嗯没有看到 在这里 一个rest的底线fee1.8 这是它的版号 然后130615是要发布日期 把这个 这一个目录加进来 好选择资料夹 所以一样 会有几个不同的这个 跟目录被加进来 OK 按下save跟close 好 一样我们要测试一下 大家有没有安装好 所以 在commule上卡上rest的小写 小写的rest REST 那如果你有这个顺利设定好路径之后 应该就会出现这个rest的一个组程式的画面 好 那出现组画面之后 还会跳出一个额外的视窗 他在询问一件事情 他在问你说 请问 how many workers 指的是说 呃因为在新版面里面已经开始 呃允许所谓的平行运算的功能 也就是说 可以利用多核心同时计算的方式来 加快我们的计算速度 所以在这边所谓的walkers 就是你想要用几个核心 来做一个平行运算 那 这个一样 dependent on电脑的效能 有些人的电脑 就是 不是朝效能 但是可能还是单核心 那有些人的电脑可能就是 CPU运算效能不好 其实也不适合做平行运算 那那个情况下 或者你不肯定的情况下 其实你就用0就好 就是你都不要 不要使用所谓平行运算 就是用单核心 最直观的方式去算 那时间上面就是多一点 但是至少你可以做 那如果说你肯定你的电脑有几核心 或者是 你知道你的电脑这个能力的话 比如说 一样看一下 很能 很能启动 好看一下我的工作管理员 去看一下你们那个 效能里面 通常在你工作管理员都会告诉你 像我的核心数目有四个 好 至少它实体的核心数目有四个 那它有一个逻辑处理器是八个 所以你大概可以设四到八个核心 不等就是 使用需求 那我不知道各位电脑是怎么样 但是至少我可以设到四 好 不过我们不要设那么高 因为我等一下这边还要开其他Mava 我先设个二好了 先设个二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你的Mava的版本 也会很影响 如果你今天的版本是低于 好像是 2012 还是2011 你的那个 平行运算Toolbox 会有点功能不全 那那个 你如果去使用RES的 平行运算功能 有时候会出错 所以如果你在Ref中 发现你看到一些error 是跟什么 parallel computing 的function有关系的 你干脆重新开起来 然后把你的这个核心 指派成0 就好了 你就是干脆不要用平行运算 这样可以免除一些问题 那我先key2 我先key2 那要稍微等他一下 因为他必须去初始化一下 这个平行运算的环境 那如果你第一次使用 他会问你说你的这个 你愿不愿给这一个程式权限 让他能够去使用你的多核心 你都要通通按允许 通通都要允许 一般会跳出两三个 反正你全部都允许就对了 他还在starting manable pool using local profile 所以稍微等他一下 他完成之后会告诉你说 诶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 用几个核心执行平行运算 这件事情 所以稍微等他一下 应该一般都是十几二十秒就好了 有点久 我先把有的没的东西都关掉 这个会关不掉 因为我刚刚已经把IBS平安的路径移掉 所以他现在关不掉 好 不管 这个 他如果初始化成功都会告诉你说 now rest is running on two workers 所以我刚刚设了两个核心 所以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平行运算 好 那 这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PPT稍微看一下 这边稍微就提示各位 就是你把你的rest rest跟SPM8的路径都可以加进来 但是后面这个是不见得一定要 除非 有一些rest在include路径的情况下 他的那一个 有一个function很容易会被exclude在外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如果你有发现 run 关中有error 特别是跟那个什么file part 就是跟各位刚刚看到的很像的 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多把SPM8的路径夹进来 有时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第一步 在我们执行这一个 呃 所谓C-based 或是所谓内幕运算的时候 其实 我们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create brand mask 那这个事情 在我们直接做Keep the ICA的时候 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过程 就是 group ICA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binary的mask 一样 如果是白色1的地方 表示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运算的 这个brand的region 那黑色代表它都是background 是我不需要浪费时间去计算它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一个mask 你可以先来做一个create的动作 那怎么create它 这么做 我们要使用在rest 它的右下角 右下角有个所谓utilities 就是它的一些简单的应用程式 点它一下 里面有一个所谓image calculator rest image calculator 第二个button 好 点它 那所谓image calculator 就是可以用你做加减乘除的意思 或是做一个判别的动作 所以比如说像我现在想要去process 某一个subject的影像 我想要得到哪一边是我brand range 哪一边不是 那我就可以去add它的一个影像进来 做一个stress holding stress holding的意思就是 我based on影像的数值 比如说影像的数值是大于两三百以上 一般你可以看得出来吗 我们肉眼就知道 brand的地方有这个EPI訊號 其实都很 都很 数值比较高 那based on影像都是比较偏低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要砍多少数值 会depend on你的 仪器的环境 就是你们的SNR 还有这个 你们所使用的这个sequence 不太一样 但是就我这一次手给各位三个demo case 大概你设在300到350左右 就是这个差距 在我们一进来 大概都是五六百以上 现在在边边 边边这个地方大概都是 background大概都是 这个300以下的数值 所以一个理想的范围 砍在300 或者350都会是一个不错的情况 好 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一个 image calculator上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现在就针对每一个 每一个受试者 来做一个选举 所以我先选 单一个受试者 我按一下这个 add individual image 那这时候请你选择 请你选择 就是我一样选择subject2 你们可以选subject1或3 都没有关系 这时候我们要使用的是 EPI的影像 我们要直接 非常EPI的强度 来做一个search home 来create这个mask 所以请你点到resting 那里面一样 请你使用 normalize过的那一组 但是我们说 normalize里面 其实有240个方案 加上一组 mean的影像 我先请各位 用mean的那一组 最下面 wmean 那我说过就是 它是把所有方案 给average起来 所以它的 snr support 最好 我以它来当作 一个basic 取我的这一个 brand mask 会是最好的选择 那我的output directory 请你稍微选一下 通常我会把它指到 subject这张夹底下 放进来 就是放到这边就可以了 你可以不用丢到resting里面 反正它就是一个 这个人的brand mask 所以我通常只会丢在 subject02底下 好 这是它output的一个路径 那 这个expression 是指说 到底你要它在 这组影像上 做什么样的一个运算 那仔细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 add individual image 除了路径之外 前面还有一个 小小的英文字 i1 i1 就individual one 的意思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label 如果我今天 加了很多的人进来 我今天想要这个 对我的这个影像 做一个运算 我就要用这个label 他不会知道 谁是subject1 他知道谁是i1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想要取个随意之后 语法是这样子 i1 小于300 这样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判别的事 我要找出哪里是小于 大于300 对 说法 我要找出哪里是大于300 所以是i1 大于300 这样子 那我output的这个 答案名称叫什么 我就叫brand mask 叫brand mask OK 所以都key完之后 你就按一下compute 它应该会很快就算完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简单的运算 那完了之后呢 就请你回到 刚刚这个subject2的资料夹 check一下 好 里面就出现这个 blind mask blind mask nii 这个档案 打开看一下 好 它有长这个样子 OK 那如果你觉得 旁边好像还有一些 感觉还有一些 这个头颗头皮的地方的话 你可以稍微再 调高一点没有关系 调高一点 比如说我再把它改一次 我改成350 我再按一次compute 我可以稍微这样try and arrow 几次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这个是350的结果 旁边有好一点 suppose 应该可以再更漂亮一点 好 没关系 反正这个是depend on depend on你每一个subject 这个影像跨地 那当然 它不是一个会 太过影响到你 统计结果 会计算结果的东西 它只是要节省你的运算效能而已 只是这样 就是节省运算的时间 所以你稍微多一点 少一点 doesn't matter 就是你不用太bother 这个地方好像多了一条 少了一条 那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不要去吃到太多brand region 让我们原本应该 要去评估到brand incubation 或brand connective 的地方都消失 这样就好 那外面的background 多一点是完全没有关系 好 哦 不应该关掉 我还有subject2 跟 把另外两个subject做一下 好 所以我再 add我的subject1进来 各位就照做一下 一样都选择wm那一组 好 那我输出位置 记得每一次要换 我就是subject1 我就放在subject1底下 好 然后我的expression 一样是i1 大于350 所以你刚key好之后 其实你就是去替换上面的东西 你就不用像我不小心关掉 再重新计计 像这样 我都用350好了 试试看 好 然后再替换成第三个人 你如果要移除影像的话 你看右键 你可以remove selected image 好 然后我再替换 替换一个 第三个subject影像 啊 我知道我为什么 怪怪的 我刚刚选错 我刚刚选错 我刚是选w开头 我应该是要s开头 我要是smooth过后的 刚刚那个w是只有normalized 但是没有smooth过 smooth过后 所以各位如果刚刚都跟我一起做的话 你要重做一下 选sw才对 sw swmin的那一组 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从第一个开始重做 选择swmin喔 所以我现在要找的是 从第一个subject开始 要找的是 swmin 这样才对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选smooth的话 你就不用定到300那么高 选300就好 先试试看 300 我现在subject1 brand mask complete 好 我check一下 它做出来怎么样 subject1 好 旁边有一点但是没有关系 但我们用smooth影像 效果会比较好 大家当然用smooth喔 所以我会替换 替换成 第二个subject 然后按下开启 那这个我可以把它改成subject2的资料夾 东西都不必按下compute 所以第二个也算好喔 再换成第三个 subject3 好 那记得 记得输出资料夾到跟着换 subject3 按下compute 好 所以我三个都算完了 看一下subject2的 好 都还不错 ok 到这边文字有问题吗 有做完的吗 举手我看一下 三个总 所以有人是完全不能做的是林老师跟那位同学 就两个而已 其他都可以做 这样也蛮奇怪 这两个不能做 所以刚才是IBSPN又不一样 有些人可以做IBSPN 有些人 蛮诡异的 好 我没有时间看每个人的电脑 所以我们还是得往下走 不然 因为今天只上到12点半 我怕 我们什么都没讲到 就停在前处理 有点可怕 好 我们先来 慕放 慕放 如果你真的今天都没有机会做到 你再回去跟着影片做一次好了 比较可惜 但是 很抱歉 因为真的不知道大家电脑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这个Brand Max 也是我们第一步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 计算function connectivity 这一个部分 那 那这个其实去年 或者是有看过影片的同学 就会知道 RES他本身提供了一些 比较这个 local的一些 estimation的方式 但是 我们今天比较关心 其实是在function connectivity上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只会用到这个button 跟我们utility 里面的一些功能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 就先进到这个function connectivity 里面来 好 那 一样在我们刚刚所说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手上应该只有一个 Smooth过后的影像 那我们刚刚取了一个Brand Mask 那接下来我们就 来非常这个Smooth过后的影像 做一些处理 那第一步 因为他只有经过频道的话 我们必须要多做一个 绿波的功能 所以在这边你要把这个 Brand Pass勾起来 Brand Pass Filter勾起来 好 那这个0.01到0.08 就是我们一般常在讲说 这个 适用于去算 所谓function connectivity 这个低频的平台 那有一些文献会用到 0.1 这个也是OK 所以它0.01到0.1 或者0.08 这个范围都是大家常用的 那 T2 一样 要各位自己要知道 你们T2多少 因为这跟我们那个 滤波器在算你的取样频率有关系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T2是几秒钟 那当然这三个Case 都是两秒钟 所以维持不动 那 这边选择完之后 不要急的按Filter 因为你现在什么档案都没有 你必须要先做 你这个input档案的动作 先按一下这个点点点browse 这个button 去peak我们的影像进来 好 那 在这边的话 我会建议各位 因为 这个 它的这个Rance的toolbox 没有那么聪明 它没有办法像其他软件 可以去给你选择 说你要的是什么S开头 什么不行 它就是你指定的资料夹 它会把里面所有的IMG档 全部都抓进来 所以假设我们之前处理过的步骤 有A开头 RI开头 有W 有S开头 有一堆它全部把它误认成 都叫做同一个subject 然后可能有1000多个时间点的这种 RacingState FMI data 这个会比较麻烦 所以其实在你选取档案之前 我会建议各位 针对Rance这个部分 你应该要给每个subject 他们独立的一个资料夹 所以像我的习惯会这样 在这个subject底下 我会去建议一个叫做Resting 我会打上一个process 比如说这已经经过我的前处理 那我会特别去把我Racing这个资料夹里面 是刚刚说Smooth过后 Normalize过的这个影像 就是SW开头的这一个 240个Fallon 我会特别把它转移到 Copy到 用Copy好了 不要包含SWmin 不要包含SWmin Resting底线process 是一个资料夹 这个是不得不做 你多一个档案 少一个档案 都会导致后面error 因为它会误以为你的时间点多一个 那等一下你想要去做一些 Motion Correction 或是什么东西都会出错 因为都差了一样的时间点 好 所以你复制完之后 像我现在已经把它全部都放在 我这个Resting底线process 这个资料夹里面 确定只有480个档案 我就可以回到我刚刚这个选区档案界面 去选择 刚刚我说 我是用Subject 02 Subject 02 底下这个Resting底线process 这个资料夹 OK 按下选择资料夹 OK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是可以让你 一路一直选下去的 你其实也不是每次都只能选一个 你还可以再选 你可以再选 那你在中间也可以去manage 这一个你的file list 你可以按右键去 add一个新的directory 或者是remove你所选择的 这个subject之类都可以 所以这个我想 这个我们先示范一个 但是各位要知道 它其实就是类的像page的概念 好 那在接下来 在我们选择ROI ROI就是我们在讲seed 这个东西 你今天要算Cognitivity 一定要以谁为依据 以谁为reference signal 让大家去跟他做个比较 那在我们选择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mask给选好 这个mask呢 我刚刚心里苦苦建立出来的 这个brandmask 就是要用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defaultmask 但是在reference这个toapbox里面 defaultmask只allow几种不同的image size 什么54x54 就是它已经定义好的几种 但是我不建议使用那个 因为那个其实跟我们subject 都是相去甚远的 你可以选择no mask 如果你没有做前一步 或者你不能做 像现在你的case 可能是不能做的话 你就选择no mask 没有关系 最多就是计算时间久一点 那有一些杂讯可能会跑在 这个background的位置 但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你说你是比较严谨 处理完 请你选择这个 user-definedmask 这时候下面 在这个browse-bonnet上 请你选择 点下去之后 去选择我们刚刚说 这个subject自己的 这个brandmask 在这里 ok 好 那 接下来在下面这个栏位 有一个蓝色字写上 co-variables co-variables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你可以有一些 共变数 这个所谓共变数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所谓confounding effect 你希望他在做一些 相关性计算的时候 可以把它 regress out掉 就是把他的这个effect 排除在外 所以 co-variables 你可以选择什么东西 像 我们最常选的就是 你的六个 motion的那一个参数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其实motion 很有可能会造成 你像上的一个假象 所以这个东西 通常都是我们很care的 一个confounding effect 请你按下这个browse button 之后 去选择在你subject02 里面 应该在你原始的resting 这套夹里 只会有一个txc 就是在我们做完reline之后 会出现的一个rp 开头这个档案 那请你选它 那我刚刚提到说 如果你在上面 那个资料奖里面 放了多一个档案 或少一个档案 它一定会error 原因是因为你在做这个 这个remove 这些covariables的影响的时候 你的这个regressor 跟你的这个major 的长度一定要一样 你不能说我的这个fmr影像 有241个时间点 但是我的motion 的参数 只有240个时间点 那就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 如果你发现在后面 主力的招出现了 红字告诉你说 哎 矩阵串接size不一致 或者是矩阵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运算的时候 这个dimension不合 类似这种资讯都表示 上下是不mage 要嘛你选错 motion这个档案 要嘛你选错这个 那又一种情况 是有些同学会放上一些 像心跳呼吸的参数在里面 那你也要记得 一般我们在实际情况下 我们呼吸心跳 记录到的semple rate 都跟我们tr 是一定不一样 通常我们说在 记录呼吸心跳 大概semple rate 至少都有100Hz以上 至少都有这个数值 所以跟我们tr2秒钟 semple rate相当于是0.5Hz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把心理讯号加进来 当作是一个regressor的话 请你把心理讯号 做down sample 把它down sample 从100Hz down sample到 这个0.5Hz 而且你要确定 时序上 开始的时间点是一样 那么你才能够 把它加进来 所以那个步骤我就要反锁 但是不是做不到 因为像resample里面 都能帮你做 所以不是很困难 只是你需要一些 额外的写助 好 那最下面这一块 就是这个 对functional connectivity的 一个计算设定 包含了 你所输出的map 前面会加上 一个prefix 那包含你的输出位置 好 输出位置的话 我个人是会建议 你应该是要 放在一个 它独特的资料夹里 所以你其实 就是 这一步等我们做完filter 再吃了 这个等下再说 那最后这个 勾勾把它勾起来 因为我们其实一般 在做 这个方圈connectivity的时候 我们不喜欢用 R 就是不喜欢用 比如说像pearson correlation 这个coefficient 不喜欢用那个东西 我们都喜欢用 经过ztransform 就是feature r to z 之后那个z failure 来做 所以一般请你 就把它勾起来 请你把它勾起来 它会多输出一组 是z开头的这个 这个参数 那就告诉你 它是经过ztransform 好 那 我还没有解释 ROI 我们要先做第一步 等下就会解释ROI 我们先把这个filter 点下去 这个filter 点下去 按下去 那 按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在这个 Communable上 是会有些事情发生的 就是它会有这个 正在开始 建一个 所谓方波的 在平补上方波的一个filter 它会花一点时间 但是这个步骤一般是 十几二十秒会做 所以稍微等一下 那 这边先说明一下 就是通常 你如果是 按这个button 而非按do all 的话 请你也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像我刚刚 因为我现在要demo给你们看 所以我只好先按这个 但你会发现 这个按完之后 它等一下会帮你把这边 替换成 叫做底线process 底线filter的资料夹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 新的资料夹进来 那 特别注意就是 它并不代表 就是它已经跳掉 它是用了一个 已经filter过后的data ok 这个 比我想象中慢很多 它进入到下一步了 它已经建好这个digital filter 然后开始读取我们影像 然后现在再读取我们的mask 好 好 好 哦 会出现这个file array 那点啊 在那个之前我发现我好像快没电了 谁可以来帮我接一下电 咦 这又是file array 好吧 我试着把我的那个spm路径加进来 spm路径加进来 spm的路径把它放到 哦我想到 各位要把spm路径放到最上面 要放到最上面 我试试看 呃 因为spm跟那个 rest的这两拖把 都有一个叫做 file array的function 它们两个也会complete 但是通常rest的file array 那个function 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你应该要使用 是spm的那一组 所以你在加路径的时候 make sure一件事 就是spm是在 rest的上面 这个 这个list的 顺序是有意义的 它会从第一个开始 往下做search 所以这个 尽量把它这个 spm放在rest的头上 如果你要移动怎么移动 你可以选择之后 这边有个move up 或move down 你可以去改变它的一个priority 这件事情 我再试一次 有点可怕 不行我就要挤我自己的笔定 顺带一提一下 rest的这个toolbox 它其实 它有 它有推出新的版本 这个还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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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饰不足 但是还是可以 但是他有一个模板 因为你有一点 然后这个文叫什么 对 文叫再紧 如果揍出來人跟我一樣好了 我們先全一的把它解決掉 你可以不用加SPM8 但是你要強制把它路徑指到那一個 一個在RADS的底下 RADS的底線SPM5底線Files裡面 它可以讓它保證你可以去抓到那個File Array 但是這個是 這是蠻奇怪的事情 因為它在程式執行過程中會把這個路徑給丟掉 但這個是他們非常Essential的路徑 這應該是他們Code裡面有一些語法上的錯誤 或是他們那個不小心移掉它 你可以這麼做 就如果你出現跟我剛剛一樣 L就是File Array這個東西 你把你的路徑手動指定到 這一個RADS的底下 這個資料夾上面 那它就可以順利跑完了 但是這個真的是很詭異 可以嗎 其實我發現可能沒有RADS要再重開 再重開 剛剛射完之後要重開 因為他們也是這樣子 沒有重開 反正大家都能夠跑完就好了 不管你用任何方式 好 那我們先繼續說 那我們在跑完之後 你會發現剛剛我講的中間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 你剛剛有沒有所選的這個路徑Resting 底線Process 它現在變成是 底線 再多一個底線的Filter 再多一個底線的Filter 好 那你可以回到我們剛剛這個Subject 資料夾裡面去看 它也會多出一個 叫做Resting底線Process 底線Filter這個資料夾 好 點進去裡面看 它只是一個單一的一個 4D volume的檔案 你可以雙擊它 用MRI-Code看一下 它是一個一樣 擁有240個 volume的檔案 好 只是它是一個已經被 被這個Filter過後的一個影像 好 我們就留著它 那你做完這一步 如果你剛剛不是按Do All 是跟我們一樣是先按Filter的話 請你記得先把這個Band勾掉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做了一次Filter 如果你等一下再按Do All 它會再Repeat一次 那你就會浪費時間 而且就多做一次 那個影像就不可靠 所以請你記得 這個你剛剛如果是按Filter 等一下把它勾掉 那確定你的路徑已經更改到這個底線Filter 底下 OK 那我們下面也都已經設好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直接這個 在按之前 我們先建一個資料夾給它好了 我們一樣建一個給這個 給這個Functional Conduct Map用的 比如說我叫做Process 但是我是底線 我把它叫做Functional Conduct 我們就把檔案都分開放 最後搞在一起會很麻煩 我們就分開放 所以各位就可以把這個 原本它這個輸出的位置 你再加上 加上就是這個資料夾的名稱 等於說指到這個資料夾底下 我就不用選了 我直接用布置貼上面的塊 所以我讓它的輸出位置 是指定在這一個 這個資料夾裡面 OK 好 那到這邊為止 還不能多 接下來差一步就是我們剛剛一直沒講的 你要去設定ROI 這個才是所有處理裡面最關鍵的一步 我們去設定ROI 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設定ROI 其實你有幾個不同的選項 你會發現 在你的底下按下那個發展之後 它其實會跳出一個視窗 它可以讓你有三大種不同的選項 第一個 你Manual 去Define 去指定我要放的位置 一般來說都是BASA 我們MNI的一個 這個坐標系統 或是BASA 我們Teralog的一個坐標系統 這兩個都是指 Normalize Space上的一個定義方式 以AC委員點 ACPC 那你當作是一個水平面 我們是往前往上往後 往左要去推多少MMM 來做一個定義 那很多的文章都會習慣 用這樣的一個表示方式 就是給你三圍坐標XYZ 什麼MMM 告訴你都是它的一個Equivation的位置 所以這是第一種輸入方式 那這個就是我們輸入的這個 坐標會是BASA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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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 那這種可能是你BASA太小 它超出你BASA的範圍 Maybe會Error 但是一般你正常是不會 那你在key完這個數字之後 你可以用BASA的方式去check一下 你擺的位置對不對 所以Don't worry 你可以去check一下它是OK 不OK 那第二大類式 你可以去選用我們剛剛所講的 用AtherSpace的這一種方式去選取 你要的特定的區域 比如說BOMEN AREA1 BOMEN AREA2 或者是我們AL 第幾區 你可以用類似這種方式去做一個 這個指定的動作 那這個其實會 在你沒有任何suffel 或是在你沒有這個對坐標 很有概念的情況下 或是一個蠻reliable的選項 那第三個則是 它不是要你指定RI 而是你直接給它time series 我直接用一個time series 當作是我的依據 讓所有的pixel跟它做相關性 那通常來說 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研究的是 到底我的生理訊號 會跟我的brain activation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可以丟上去一個 比如說呼吸或心跳的 一個時間序列的訊號 那我以它當作是一個reference signal 我讓大家去跟它算 那我就能夠去answer說 其實到底這個所謂生理訊號 對於我們brain activation 或是brain的一個flutuation 大部分flutuation 到底它有多大的一個污染程度 好我們先來試第一種 我們稱之為sophical的RI 或是menu的RI 我們就按下第一個 foxelwise這個 你會發現不管你按下foxelwise 或你按下RIwise 它都會跳出一個很類似的介面 但是這兩個上面有一個本質的差距 所謂foxelwise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會指定好幾個RI 我會讓我brain裡面 所有剩下的foxel去跟它做相關性 ok 所以我所得到的會是一個 一樣是spatial map 但它是一個 這個跟我所指定的RI 或跟我所指定的時間序列 相關程度的分佈情況 但是RIwise的意思是 當如果我今天指定了十個不同的RI 那我再算就是這十個RI之間的相關性 所以它可能得到會是一個十乘十的矩陣 它是一個彼此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這兩個本質上有點不一樣 但是它們都會跟你select的RI有關係 只是一個是home map 一個是RI之間的相關性 好我們先選第一個 那我剛剛說過不管你選哪個都會跳出這個視窗 它就是提供你做RI define的一個list 那看得出來現在一開始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它是空白的 如果我們現在要增加RI 請你按下右下角的addRI 那我剛剛說過你有三大類不同的選項 我們現在姑且先試第一個sophical ROI 那第一個sophical ROI 概念上來說如果你要使用它 點了這個radio button之後 按下右下角的next 它就會跳出一個讓你去key in 坐標系統的一個這個界面了 那通常來說我們一定都會 這個subject都是一定經過的normalize 所以大家應該都share同樣的坐標系統 所以不用去worry about說 文件上所講的那個坐標系統會跟我差很遠 正常來說應該不會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先試一個數字 比如說我在頭影片上面有抄下一組數字 像這個可能是比較偏向 這個應該是比較frontal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試試看-461042 -461042 那它就是左右就是x前後是y 那z是這個上下 那radius是你那一個ri 你要開多大的半徑 那一般我們說6到8不等 你不會沒事開太大 所以6到8不等 隨便你是 按下ok 那你按下去之後就會回到剛剛這一個界面 你就會發現剛剛原本這邊是空白的 它會按照它所指定的語法 把你剛剛所選擇的三個最後位置 以及radius的這個資訊打上去 你可以去編輯它 但是沒事不要亂動它 好,沒事不要亂動它 那除非你很有把握 你了解這個語法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把radius從6改成8 我就知道 我可以這樣key它 那這樣表示我直接改它 這樣也可以 都可以 那 你總是要確認一下你的這個位置在哪裡 等你選取完之後 你可以按一下feel roi 在這個界面的正下方 有一個feel roi 那它一開始會先請你pick up一個blend map 它總是要有個參考值 那這時候就請你選到 好,我應該要再把我的路徑調回來 不給我選 好,我苦命點好了 我自己選到那個 因為我剛剛為了要讓它可以run 好,我先自己辛苦地選回去 data process subject to 我現在說subject to 那你可以選那個tomical的影像 你不用自己故意選EPI 困擾你自己 看不清楚 選一個tomalize過後的影像 ok 那它就會打開一個這個display界面給你 那不知道為什麼那個作者 一開始預測是圖顯示很小 但它在這個左手邊的地方 有一個層級這個東西 你可以自己下手選擇把它放大一點 一般至少兩倍或三倍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把它放到兩倍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所選取 你看在左上角這邊有顯示一個 你剛剛所選的-46,10,42 這樣的一個座標位置 所以你可以確認一下 這是不是我想要找的地方 那當然這個前提是 你對brand的Nautom 要稍微有一點認知 所以我知道這個可能是 偏向我們所說的 這個memory function裡面的 那個frontal那個region 但是dependent的需求 如果你今天要看sessory motor 你就再往上調理 那這個介面也提供了一個可能性 是假設我一開始 根本就不知道數字開定多少 我可不可以透過這種visual inspection方式 來決定也可以 你進來之後可以在 就是到處看一看嘛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選到 是比較上面的sensory motor這一塊 欸我指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左側 這個sensory motor這一塊 對我來說 這個座標位置比較是我想要的 那你就記一下-30,-26跟64 那你離開之後 就打上這個 - 我馬上就忘記了 隨便 你就打上你要的數字 -3型什麼-26 什麼40幾的 不知道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去改它 用這種方法改它 或者是你一樣就是用 剛剛那個next的方式去key也可以 都一樣 就是一種是用語法 一種是透過介面都可以 那你可以在key完之後 再check一次 剛剛這個位置是不是對的 又要再選一次等 好 你就可以確認一下 這是不是我要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機會 果然我記錯位置了 應該高一點 應該要高一點 比如說64才對 所以可以確認一下 大概在64的位置 那這個反應檔完全沒有關係 反正它就是你所設定的一組 那如果你一旦要確定之後 按下走下角的down 那它就會幫你灌到剛剛這一個界面 這個list裡面來 所以你看到現在就多了一個ROI 好 這個是第一種ROI的選取方式 你用ROI-based的這個機會來做 那我們姑且先看一下 這樣會跑出什麼東西來 所以先請你按下 左下角的down 好 我們先回到剛剛這個界面 我們先看看 在現在有一個ROI的情況下 我去run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請你記得 我們資料夾已經指到 我剛剛新create出來的那個位置 比較不會跟其他檔案混在一起 按下do all 那也要記得你剛剛有把那個filter 那個ban勾掉 不然它要震盪費時間做一次 這個動作大概也是十幾二十秒就會做完 不會太久 那當然depend on 你有沒有使用那個parallel的computation 如果你有使用它的速度應該會更快 所以我大概十幾秒它就跑完了 十幾秒跑完了 那這時候你可以回到你的這個 資料夾裡面去看一下 我們剛剛所create出來的這一個 底線functional connectivity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會出現了這幾個map 那這幾個map就包含了什麼 第一個是一個log file 這個log file你可以雙擊它 它是一個從文字文件 它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剛剛選用了什麼ROI 在這個地方有個區塊 我剛剛的ROI define是定義在哪裡 它要把這個資訊記錄下來 因為你可以想到到它的命名方式 都是以這個 這個這個 它預設的方式去命名 你可以想到如果等下你有十個ROI 它其實會用ROI 1 ROI 2 ROI 1到10去做一個排序 但你中間還是會問說 到底ROI 1 2 3各自是什麼 所以你會回到這個log file裡面 如果等下你有multiple ROI 它會按照那個順序去把ROI的例子 列出來給你看 你就會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的map 那這個裡面有兩個Ni檔是你可以開的 一個是沒有Z開頭 一個是有Z開頭 所以想必一個就是經過這個 Fature R to Z的轉換 所以一般我們會用這一個 你可以雙擊它 那打開來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說 以剛剛那個ROI為基準 去得到的一個correlation map 那這個correlation map 是一個經過Ztransform 得到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通常這樣看很難看 我們可以用它的界面 在它剛剛這個 Function Quantity下方 還有一個叫 Slice Viewer這個button 最下面有 Slice Viewer吧 你可以點它一下 會開啟跟剛剛那個非常類似的界面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先選取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 你下面要墊什麼 Anatomical的影像 所以在這個 underlay的地方 請你選一下這個browse button 不行我一定要把我的路徑改回來 太不舒服了 看看這個 好 先請你選擇 那個subject 2 它自己的一個T1 的 Anatomical影像 那 只要你的resolution 不是one by one 他就會跳出一個警視視窗 告訴你 這不是1 你只要留意 但這個就不管 然後下面有一個overlay的地方 請你選擇 剛剛那一個map 就是我們剛剛所算出來 subject 2底下這個Function Quantity 它的這個 一般我們都用Z這個map 一樣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太小了 放大看 那現在這個隨的時候 是這個 定的很低 所以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拉高一點 好 我們看到這是我們剛剛定的位置 我們剛剛不是大概選了一個 我說比較在sensory motor的位置 所以我們說過其實 EVEN和Racing的情況下 你左右兩邊都會有很高的相關 這是我選的那邊當然最紅最亮 但是我對側其實都會跟它有很高的相關 現在有包含中間SMA的地方 那我剛剛位置是亂定了 所以選的比較草 但是大理上來說 像這種很關鍵的内容 你應該都看得見 如果說你今天是試收一筆Data 結果你回去試一下 這種很關鍵很重要 這種說DMM Sensory motor跟Visual 這三個還有一個Memory function 這幾個在RacingState下 應該都會出現很多 如果你透過這個Cognitivity的運算 你找不到 那你就要小心一下 要嘛就是你的參數有設錯 要嘛就是你image的過程中參數 也需要做一些調整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剛託問的方式 可以得到這樣一個Map 那我們可以再試第二種RI選取的方式 一樣我們按一下這個VoxelWise 它會再跳出這個RI的list 剛剛只有一個 我們現在再來新增一個新的 AddRI 但這一次我們要試著使用我們剛剛那個 來建置出來的這個模板 來做一個這個Selection的動作 好 那我們可以兩種方式 第一種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就先來 Base on我們剛剛得到那個模板 來做一些處理 我們先直接選擇下面這個FuelRI 沒有RI不能用 應該說從這邊好了 不要從這裡 我們先回到那個FunctionCognitivity 下面有個SliceFuel 就是從剛剛那個介面來 我們再把它叫出來 我們可以從這邊來先選定我們要的區塊 一樣喔 剛剛你如果選過那個檔案之後 你可以直接用下拉選單 它可以直接找到你剛剛選過的檔案 你就不用再選一次 一樣把它放大 那這個時候我的Overlap 就不是要去墊高那個CorelationMap 而是我們要去墊 我們剛剛得到那個Atlas的Image Atlas的Image 所以我現在來選一下Subject2 T1裡面剛剛經過IBSPN的處理 有一個Atlas的這個東西 好 我們把它讀進來 像這樣 那如果你說老師我剛剛沒有做成的話 那你可以去墊 去墊一下那個原始的 原始的AL的影像 那如果你是要墊原始的AL的影像 我等一下靠出去 你去哪裡墊 不要在這邊墊 這邊比較麻煩 那你先看我做一下 如果是我們現在讀進來之後 你可以先Check一下 它是不是Overlay的很好 好看起來都還不錯 那接下來 我們會針對我們感興趣區來做一個選擇 那每一個顏色都代表一個數字 每一個腦區現在都有一個數字做Label 那到底這每一個數字 分別代表是哪一個腦區 你必須要回到 我們剛剛在IBSPM裡面 IBSPM這個程式的資料講裡面 其實有各個影像的模板都有 那它其實都會有一個隨附的點COD檔 這個其實是它的Label檔 你可以用一個從文字文件 比如說記事本 你可以把它拖進去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所使用的是Atlas 116 你就把它拖進去 那它會告訴你說 比如說Presential Cortex左邊 它是Label為1 但是很不幸的 這個是左右相反 因為它其實這個是有翻過左右的 那你就記得我們的話其實 就是基數應該都是右手邊 偶數都是左手邊 剛好相反 那這個反正你看影像都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沒有關係 好,那假設你今天對 比如說你對Salamus有興趣 好,你就會去search Salamus大概78左右 77,78 這個表只要你用習慣 你就會大概知道哪個地方在哪裡 那 好,如果說Salamus這個來說太陌生 比如說我們一樣看這個好了 我們看這個Presential Presential 就是我們說 比較偏向Cetrocex的前面 就是比較偏向Motor的那一塊 一樣,你可以選擇1或2 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那個界面 好,我們現在可以在這個上面去做一個區域上的選擇 現在是全部做Display 但是在這邊 我們在左手邊下方有一個MISC MISC這一個下拉選單 點它一下 在第... 我可以看到 第... 第2個 應該說是屬怪的 第3個才對 set range of stress hold 點這個東西 它可以讓你去設定一下 你現在想要Display哪一個特定的區域 以現在來說 這個是我們的Range 你現在從0一直到1 第6這個Mable通通都顯示出來 那下面這個 是你想要Specify哪一個腦區是你想看的 比如說我現在對於1這個腦區特別有興趣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右側的Presential 我就按下1 按下OK 你看它會直接保留這個位置給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說 它從這個Ether上所Define出來 是右側的Presential 所以你可以透過類似的概念 比如說我今天 左右都想看 我可以去用1到2 左右的Presential都想看 就會兩個區塊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再更細緻一點 不會是你自己去Define那個位置 是透過Atlas的方式 好 那我們現在目的是要Create 單一一個RY 所以我暫時先用一個數字就好 我再回到剛剛那個設定 我現在就留下1就好 按下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Select出來的這個區域 存成一個Mask 等一下我們才可以把這個Mask 當作我們的RI使用 那怎麼存兩個步驟 左下角有一個CusterSize 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到 左下角這邊有一個CusterSize 先點它 你要儲存任何這個Mask之前 刀先設定這個CusterSize 那三個數字 但是這個數字現在的大小 對你來說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因為最後這個Custer 這個Custer的這個範圍 其實都是由我們剛剛那個Atlas來做決定的 所以一般來說這個數字 你不要設太多 比如說我們一般常用是30 0跟5 你如果想知道這三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你就看一下上面的解說 只是指那個Custer的大小而已 你就設這三個數字 按下OK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去做Safe Cluster的動作 所謂Safe Cluster就是 Safe下你現在所指定的這一個 指定的這個位置 所以你要記得在你點這一個按鍵之前 不要把優標點到其他地方去 請你把優標點在這一個 你剛剛Select出來的腦區上 點在這個腦區上 按下Safe Cluster 那一樣我先把它存到Subject02底下 它是一個3D的一個影像檔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Mask底線 我叫做Precentral 然後我知道它是右側 所以我就要寫 好這方面我等一下讀檔之後 我比較知道哪個檔案是什麼東西 那存完之後你就回到那個Subject資料夾 你就會發現底下就多了這一個 多了這一個檔案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Binary的Mask 1的地方表示它是你所選定的這個Precentral 右側的Precentral 0的話表示它是Background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我目的已經達到 就可以把這個關掉 那我再回到剛剛這個RI的Define裡面 OK 一樣AddRI 那我剛剛提到說 有些同學如果你沒有 剛剛那個沒有做成功 你想要直接使用AL的話 你可以直接勾第二個 PredefinedRI 然後你可以直接選擇在第二個選項上 就是from AL template by selecting specific area 你可以點它 那點完它之後你再按next 就會跳出剛剛我們說的這個 AL最原始的那個手動圈的模板 雖然它沒有那麼細緻 沒有跟subject specific的這個 cortex overlay在一起 但是你還是可以透過我們剛剛 一模一樣的步驟去select select我們的腦區 舉個例子來說 假設我今天一樣 我就設定30 0 跟這個5 然後一樣我去設我misc裡面 我要這個range of threshold 我去設定1 這個是我要的腦區 都repeat跟剛剛一模一樣的步驟 它在這裡 這個左右剛好跟我們相反 都特別小心 然後再按下save cluster 好 那我一樣隨便選位 但是這時候我就打test就好 這不是我想要的 test 好 你會發現你一做完剛剛的動作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一個 檔案路徑給讀取進來 也就是說它等一下在做這個 選舉好愛的時候 它會based on 你剛剛所create出來的那一個 binary mask 來做一個依據 但是這個 等同去年所講的 它這個 後面會有一個小bug 它不知道為什麼會在ni 後面再加上一個.ing 很莫名其妙 你可以到剛剛那個資料檔案 看它明明存出來就是一個 叫test.nii這個檔案 你看它就在這裡 小小的 小小在這邊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自己 城市裡面有這個bug 就是它會自己多加上ing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去執行 它會error 應該找到這個檔案 你要自己手動把.ing給刪掉 所以這個是 如果你沒有自己的那個 IPS裡面的結果 你可以這麼做 那另外一種 當然剛剛我們今天辛苦提辦好一個 precentral right side的這個mask 你也可以直接選擇 第四個選項 from user defined mask file 按下next 它會讓你直接去select 我們剛剛create出來的這個mask precentral 這個檔案 像這樣 按下down 那再回到剛剛list裡面 它就會多出這一個 多出這一個RI來 那如果你要check一下這個RI 是不是對的 你可以few一下你的RI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選出來的那個脑區 你一樣可以去墊一個 你的這個atlas image 像這樣 你可以check一下這個脑區是不是對的 ok 好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 我們說你可以few一下 atlas的方式去選舉RI的一個做法 好 那一樣我們就先按下down 這個時候我再回到我們剛剛這個界面 我們現在有兩個RI 如果在兩個RI的情況下 我按下do all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把原始這個資料夾內容清風 省得各位confuse 因為我還是存在一樣的資料夾 好我先按下do all 讓各位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一樣會產生出一個log file 這個log file裡面一樣會記錄一下 你到底用了哪一些RI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個 沒有經過ZTransform的map 跟經過ZTransform的map 都會跑出來 而且它會有幾組RI就有幾組 ok 所以每一個比如說像現在這個RI1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 手動指定位置的那個cephiricalRI RI2就是我們剛剛這個 所選定這個precentral right的這個RI 那當然數量一多 你根本不會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你必須要進到這個log file裡面 去看一下我們剛剛說這個RI的區塊 所以它會按照這個RI define的順序 去排列你的RI1234 一直到你可能有十幾二十個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一種所謂map的研究 其實就是很多情況下 大家會非常一些文章已經發現的區域 比如說你要研究的是DMN 那DMN我們之前有提過跟PCC特別的關係 那PCC大家已經review過它的座標 我們就會以它當作是一個seed point 去看一下在不同人不同動態底下 他們這整個跟PCC相關的 whole brand的map 會怎麼樣做一個改變 那因為那些map裡面都已經是Value 所以supposedly你都可以拿來做統計減定 你就直接看兩個group之間 to sample的差距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是我們說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如果你是背上這個Foxowise的話 那如果是riwise 你可以按按看 它跳出來一模一樣的界面 因為如果你是riwise的東西 你還是得要定義你的ri 只是我們這在算的時候 不要忘記喔 兩個ri就算這兩個ri之間的關係 那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個ri 是沒有辦法去執行riwise的計算 因為一個跟一個自己算沒有意義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ri 你去按下riwise跟doall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說你至少要一個以上的ri 它不會讓你算 所以你記得你這邊至少要兩個以上 然後才能夠去執行這樣的預算 好 那 到這邊為止 就是問你喜歡的時候 你可以按一下duall 那一樣可以得到 這好像是兩個一樣的腦區 試試看 我剛剛應該要先清掉 清掉剛剛的檔案 我先清掉剛剛的檔案 這幾個 這幾個是原本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我們現在所得到的就不是那一個 不是那一個像剛剛一樣的影像檔 它不會有whole brand map 為什麼 它現在就是你有幾個ri 它就算這幾個ri之間的關係 所以它不會有whole brand map 這時候才會產生出一樣 第一個一個log 一個log file 告訴你的ri有誰 這第一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會有兩個檔案 但都是點txt的重文字檔 不是map 那一樣一個有z一個沒有z 我們看有z的 你看它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2乘2的矩正 你自己跟自己的關係它沒有算 直接把它當作是infinity 就是無限大 因為自己跟自己一定是最像 那對角就是指看你第幾個ri 比如說你是1 2這個位置 就代表是第一個ri跟第二ri之間的關係 那因為沒有方向性 所以我1跟2和2跟1的關係 都是一樣的數字 那你看得出來這個關係非常非常強 這個是z score 那也沒有多強 我們看r failure r failure不錯 它是0.7 這個是我們說的coefficient coefficient 0.7蠻高的 為什麼蠻高的 我們剛剛選的是同樣的位置 我們剛剛選的是一邊是左邊 另一邊是右邊的 所以他們相關性其實不差 就是我們說在raised裡面 雖然一個是用attlespace方式選 一個是用左動方式選 但是supposed也都是跟moder相關的區 所以像選法上 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左右兩個之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提供你另外一個option是 如果今天我已經很明確知道 我的研究的區塊 或是我感進去的腦區在哪裡 我不需要去bother去畫那麼多的map出來 我只要去得到這個直接的數值 那我就可以用兩個群體之間 不同的這個數值 直接去做統心檢定 比如說我今天要了解的是 一個經過比如說cobus-closum 切除某一些C覺病患 因為他不正常腦的放電 會影響到對側腦 所以他們可能會做這個 所謂平直體的一個切除數 避免這個不正常的放電去造成對側 跟著一起放電 然後有更嚴重的C覺產生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去回答最根本的問題 這個是最早以前大家在問的 到底functional connectivity 左右之間的關係 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它是真的的話 我們都知道左右半腦連結都透過cobus-closum 透過偏枝體 那如果我經過偏枝體的切除數 supposed左右半腦之間 相關性應該會消失 我說functional相關性應該會消失 所以也有人做過這個研究 答案也是真的 這個一旦經過切除之後 左右腦的關係會變成是 有點像anti-correlation 就不是那麼同步了 所以這個是滿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很強的這種hypothesis 你的這個要研究議題非常強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做這件事 你就左右各方一個好位 或者你可能就是關心的是 pcc跟你這個 比如說prefrontal之間的調控機器是什麼 那你就會鎖定幾個腦區 當然沒有說只有兩個 你可以10個可以20個 可以配合你的需求 那最誇張最極端的情況就是 16x16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不是選出了116個腦區 我就把這116個腦區 每一個atlus或是當中是一個RI 所以我可以create出一個16x16的矩陣 那那個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 complex network 當我們到農業數超過90以上 其實brand network已經開始呈現出 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small work特性 好 那到此為止 對某些人來說應該已經足夠了 但是對某些人來說是欲求不滿 為什麼 有一些人喜歡看那個時間訊列的訊號 你會希望去extract出這個時間訊列的訊號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 Rex所使用的這個correlation計算方式 他可能想要用其他的一些index mutual information也好 用這個partial correlation也好 他可能想要自己去算 所以他可能只是希望從這個層次裡面 拿到不同RI的一個時間訊列的訊號出來 好 怎麼做 可以做得到 這個我們暫時用不到了 我就先關掉了 再來我剛剛說右下角的utility裡面 他其實有一個功能 我們稱之為extract extract ROI signals extract ROI signals 我可以透過這一種方式 透過這個extract ROI的方式 來做一個讀取訊號的一個動作 那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把我這個 每一個人腦袋裡面 116個腦區 每一個腦區各自的平均訊號抓出來 我可不可以做得到 透過這個utility你就可以做得到 點他 一個很簡單的介面 首先要求你加入這個subject的一個資料夾 所以我就點取 我們一般會選這個filter過後的資料夾 因為這個extract ROI signals 不會再幫你做濾波 所以你要記得我如果要抓訊號 當然是要抓濾波 我是留下0.01到0.08 或者是0.1這個範圍的一個訊號 所以the least我會選擇這個底線filter 選擇資料夾 下一步 下一步這邊會有一個 extract ROI signal下面的一些選項 你可以選擇就是右邊 define ROI 就會出現剛剛那個非常亮相的介面 你就可以開始一個一個 按照我們剛剛說 各式各樣不同的指定方式 看你想要怎麼選 你就怎麼選 OK 比如說我們現在目的是要取出116區 我該怎麼做 你可以這樣子 add ROI 這個時候我會選擇第二個 pre-define ROI 我會去選擇我的一個mascfile 在我們剛剛的例子裡面 我們的mascfile其實都只是binary 就是它要嘛就是1 要嘛就是0 但是其實在這個extract ROI的這個界面底下 你可以去輸入一個 裡面包含比如說1到116 這麼多個數值的這個map進去 這是可以的 它會自動幫你把每一個數值當作是一個ri 所以當你有1到116 它會知道1的區域就叫做一個ri 2的區域叫做第二個ri 它會自動脈圖這件事情 所以我來identify一下 我subject to 我這次會選什麼 我會選我atlas過後這個al160影像 我會選這一組 那如果你沒得選 就是選剛剛說al的模板 好 然後按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 嗯 蛋好了 按下蛋 那這個時候你選完之後 按下蛋 雖然看起來只有一個ri 但是其實在它的這個功能上面有一個 multiple label values in a single mask file 你勾起來它就會自動幫你去區分不同的數字 所以理論上來說 我剛剛已經知道裡面是從1一直標到116 我應該會得到116條訊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一樣它會有一個output的folder output的folder 那 呃 我create一個資料夾給它放好了 一樣 我不太喜歡把所有檔案丟在一起 因為那個 很容易就搞混 所以我會再create一個叫做比如說 time course之類的 好 我會再create一個資料夾讓它丟進去 那你們也可以就是在這個後面再選擇 我們剛剛create出來的這一個 那當然如果你要堅持放一起就不會有error 但是就你自己會比較痛一點 好 再按下run 稍微等一下時間 你可以進到這個資料夾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好 它會重新讀取這個訊號 花一點時間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資料夾 它會慢慢開始去輸出每一個ri的訊號 以及 你看它慢慢輸出一個一個輸出 那同時它還會幫你做什麼事情 它還會幫你去算這 比如說你有一百一十六個訊號 它會知道幫你去算這一百一十六個訊號的 相關性訊證 它會回規出一個一六乘一六的訊證 所以它也同時幫你做我們剛剛說 roiwise的一個計算 這也是蠻不錯的事情 你看這邊後面就是有一個 roi都是第一個 roi那個檔案裡面 但是它有label1 label2 label3 所以就是指到我們al 那一百一十六個不同的區域 那它都會分別存成 txt檔 比如說檔案的存文字 就是兩百四十乘一的一個訊號 或者是 如果你會用label你可以讀取點meta檔 讀到我們的commit window上 因為現在在run不給我讀 它也會是一個兩百四十乘一的一個矩證 等它跑完我們再讀 等到你全部算完 你看它現在才output到一百一一百 好快完了快完了 全部完了之後 它會再多create一個我剛剛說的 cognitivity matrix給你 好回到最上面這裡 會多出幾個檔案 包含什麼 這一個 entire result correlation matrix 它會有這個檔案 所以你可以讀它看看喔 比如說我們說 點meta檔 這是我剛剛拉進的那個訊號 240乘1沒有錯 那如果是剛剛這個 這個關掉 剛剛這一個檔案 你也一樣可以把它讀取進來 它就是一個116乘116的矩證 如果你會寫meta but 用一個簡單的指令 如果你不會寫 我在那個pvd上 也有寫上這個指令 這樣子寫img.sc autoscale的一個 imageDisplay功能 然後打上result.corr 它會直接幫你畫出這個correlation map 很漂亮 就告訴你這就是116區 跟116區之間的一個相關性 那對角線都會是一樣 因為自己跟自己的相關性最高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常常 在paper上會看到一個 很大的一個網路矩證 那你可以想像 每一個人都應該 有自己的一張map 每一個群體 可能會十個人 就會有十個map 所以你會去 針對某一個點 某一個點去比較 十個人在兩個不同群體之間的表現 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想像 116乘16 它是一個對角矩證 suppose有多少個點 會是116乘116 減到對角線 116再除以2 所以它是一個 算給各位看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量 然後再減掉116 最後再除以2 所以你的統計檢定有這麼多組要做 這個是為什麼 6670個這個comparison 所以為什麼我們每一次做這一個 矩證 龐大矩證的一個 這個這個統計檢定都很傷腦筋 因為它最後做這個FDR 或是做這個 Bobaroni Correction都會很慘 因為你要除以 你的alpha value要除以6670 通常都要非常非常顯出才會出現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在很多情況下 第一我們會給一些prior information 你不見得 OAS都要116跟146下去 這樣子 這樣混在一起做 因為這個統計表示我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只好讓統計幫我做決定 但是統計就會告訴你說 既然你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也就只好按照我的本意幫你做一做 大家都沒有差距 那這樣當然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那所以在正常情況下 我們會鎖定特定腦區 比如說10個腦區 那你只會是一個10x10的矩證 那麼再做corration就會小很多 那當然 這一種Full Scale的這一種matrix 也有它的價值在 就是如果你要進行 我們後面要講這個複雜網路的分析 你還是得要depend on它 你還是得要depend on它 所以通常這種複雜網路 我們不是單純拿來做統計的 是為了要再進一步萃取一些資訊的時候 才會使用這麼大的一個矩證 那好 如果你這時候就問我說 老師 如果我現在只是想要鎖定其中的10個腦區 就10個腦區 我可以create出一個10x10的矩證 當然可以 怎麼做 我剛剛說過 有稍微提示過一下 我這時候可以再來define 我先把我剛剛這個清掉 delete我的oi 好 我現在再addoi 一樣 我可以來select一下我的這個檔案 比如說這個 next 我來select一下 一樣喔 是subject自己這個atlas的檔案 我一樣可以few它 會看到這個樣子 那 不要忘記我們說過 這個東西 當然它是包含了這個 總共116個腦區 可是我們剛剛也提過說 你可以選擇 你設一下這個range set range of threshold 這個時候 假設我對 我隨便寫一些數字 什麼1 2 左右的precentral 77 78 左右的salms 那 甚至是一些這個 看看 隨便寫好了 反正我們通常都會左右都加進來 除非你的研究是 就只看單測 那當然你就加一測 所以我可以去key進我想要的那幾個區域 比如說89 90 像這樣 我現在select了八個區域 按下ok 你看到現在在你的brand上所留下來 就是這八個區域的一個分佈位置 那麼等一下 你用這個mask 它裡面就沒有116區 就只會有這八個區域 那麼你所得到的註證應該就是一個八乘八的註證 比如說像這個樣子玩完之後 一樣 我們說你要存它 你還是得來設一下這三個數值 30 05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下這個 這時候要選這個 save clusters 你如果按的是save cluster 他會去存下你當下所指的這個cluster 但我們現在要是全部都要把它存下 所以你要用左下角這個save clusters 就多了一個s 代表是全部都存下 所以我可以選擇一個 比如說叫做 interestmask 這個是我們要的一些腦區 存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會重新指派一次喔 我會再重新指派一次 我不要選到那個16的檔案 我會重新在next 去選擇我剛剛所create出來這個interestmask 按下去 按下dump 那接下來事情就都一模一樣 這邊根本都不用改 都不用改 那 但是這個被覆蓋過去 我再create一個 temp的資料夾就好了 我現在只是要秀給各位看 好 像這樣 所以我現在把它輸出到 一個叫temp的資料夾就好了 這樣按下rump 好 temp 等一下 那 講到這邊大概各位就已經知道 其實透過reds 你已經有 數種不同的方式 可以去取得一般我們在文件上 比較初階的 比較初階就是我們對於 所謂function connectivity 特定區域 或者是 不是特定區域 而是幾個區域之間的相關性 或一個區域對於整個腦袋的 一個correlation 我們常常會在這個paper上 看到一些講檔是說 PCC的網路強度下降 那這意思通常都是指 就是我們剛剛講那個 你就是鎖定一個PCC 他去看PCC跟那 whole brand的一個 平均connectivity的強度 那當然通常都是 砍過一個隨手 就是你有顯著存在的 才拿進來做平均 所以這個是 呃 一種常見的做法 等他一下 我們看到那個 八乘八矩陣 就先告一個段落 然後我們再進入到 第二個部分 頭動的檔案 對對對 那個步驟 如果你希望在HRSO 也能夠把它remove掉 因為那個是比較option的 看你們 你可以先做這個 regress out covariance 先把你filter的訊號 再進一步做一個 remove covariance動作 這個是在我們去年十月 課程裡面有提到怎麼做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去看一下 其實也是一樣 把你filter檔案選進來 然後去指定你剛剛那一個 Motion的檔案 那他就會輸出一組是 有filter過 而且也經過這六個參數的 一個remove的動作 那你再把它拿來做 這樣也可以 所以他是step by step 看你要做到 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好 所以 xray 也是夠出算 那個 比如說是 116x16 correlation 它是 不能夠直接 由 沒有啊 他也會有啊 所以我們剛剛說 剛剛那一組 這個time course 不是這個 這個 你看他也會有一組 是沒有Z 跟一組有Z 對啊 所以這一組就是 原本的那個 correlation 這個就是經過 Z transform的 處置 所以他還是會有 他都會幫你做 只要你有勾 他都會幫你做 他到底有沒有 他說extract完了 extract去哪裡啊 extracting time course to where to where 沒有進來 我剛剛路徑是有寫錯 看一下 subject02 嗯 嗯 再wrong一次 奇怪 我有打錯字嗎 subject02 資料夾是temp 對啊 好 等他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就休息 五分鐘到十分鐘左右 但是要請各位把 請各位把那個 剩下兩個人的 剩下兩個人的 116 116取聲都把它弄出來 沒有辦法 就透過 你就用xtray ROI 就好 就用xtray ROI 這個指定就好 你就是把它的那個 filter要做完 然後把它 116x116這個矩陣 給xtray出來 所以在我們 等一下休息完之後 開始 各位手上應該要有三個 116x116矩陣 欸對我剛剛少說 如果說你 你其實是對這一個 原始訊號感興趣 我們剛剛不是說 他每一區都有輸出一個 點妹的檔 但如果你想要全部一起看 你也不用一個一個去 拉近 他有一個 entire ROI signals 這個點妹的檔 所以如果你拉近來看 他的size就是一個 240x8 喔他要輸出回 他要輸出回這個資料夾了 應該是240x16 他要寫回來了 所以我剛剛的這個 matrix 應該也變成是8x8的 你看看 對啊變8x8 所以 剛剛那個資料夾 為什麼一直沒有輸出 是因為他還記得我前一個 他還記得我前一個資料夾 這樣 這個是那個8x8的矩陣 反正那個 他的那個程式 你可能就是要選的 你不要像我那樣用手動改的 他可能有時候不理你 這個 我跟你講 我剛剛是用手動改 你可能自己 用這個browse會比較準 你看他還是 設在這個process底下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明明他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 像這樣可能也是真的 Anyway 所以 你要的時間訓練 你要的矩陣都有 你要的矩陣都有 就是透過這幾個方法可以做到 那 先請各位稍微練習一下 你把那個 剩下兩位的都拿出來 你至少 你說你三個 不想做三個 你至少做兩個 因為等一下那個 分析complex network 他至少要兩個人才可以用 因為他才是一個限制 所以 anyway 我們先至少再做一個人出來 好 那他應該也差不多了 我們先把握時間 一些細節的部分 我都把它貼在那個PPT上 你們自己把它把握一下就好 th 放入鱼